洛杉矶国际机场今天进行空难救灾演习 全场两个小时的演习规模庞大逼真 目的是为了测试机场灾难紧急反应系统 以及各救援组织的协调与配合 此次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空难救灾演习 是模拟载人客机因为飞机机间故障紧急迫降之后 机身断裂解体造成机身爆炸 以及乘客死伤的紧急救援过程 演习规模庞大逼真 共动员了包含220位人员以及30个组织 其中有近百位人员化妆为死伤乘客 接受救灾人员的协助 当你看我们后来看这艘船 你会看到这艘船的各种装置 将会在这艘船上放在这艘船上 每个人都会支持这艘船 在这艘船上放在这艘船上 你会看这艘船上的交流 当你会有30个组织 在这艘船上放在这艘船上 每个人都会在这艘船上 就必须有很大的组织 演习历史两个小时 过程中各组织集中成立应变中心 同一指挥互相协调 现场并有专人评估各个组织 在救灾演练中的救援步骤 以及应变能力表现 据了解此次演习并未经过事先彩排 完全为临场即时应变 希望能透过这样的空难救灾演习 让洛杉矶国际机场人员 以及合作组织 能够实力操作 并熟练救灾紧急应变步骤 同时也建立统一指挥的应变机制 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 同时达到救援伤亡人员 扑灭火事 控制灾难风险 保存现场物证 协助受害者家属 公告社会大众 同时展开事故原因调查等等步骤 今天的救灾演练 重点不单是提升现场人员 在救灾现场的应变能力 更重要的是各相关部门 在同意的指挥下 能够互相的协调 互相配合 让救灾行动进行得更顺利 记者宋小云张一锐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现场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